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一档紧跟加密货币赚钱契机的节目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比特币的价格走势 比特币在经历了一天的震荡盘整之后 今天终于迎来了新一轮的爆发性行情 隔夜 比特币始终在5600至5750美元的区间内进行窄幅震荡 但是今早9点 比特币突然向上迅速拉升 直接冲破前期高点5846.43美元 并且一度触及6000美元的整数关口 与我们在前两期的新闻播报当中预测的一样 比特币周三的技术性回调 周四的震荡盘整 都是在为下一轮的突破做好准备 在截至发稿时 比特币上涨4.23% 报5940美元 其他加密货币今日涨跌不一 周一经历硬分岔的以太币在从350美元的高位回落之后 始终守在300美元上方 在截至发稿时 以太币微跌0.56% 报306.44美元 瑞波币微跌1.06% 报0.21216美元 比特币现金微跌1.09% 报325.95美元 莱特币上涨2.1% 报60.8美元 我们再来关注加密货币市场的新闻 本周 CNBC在网上进行了一项调查 在所调查的23,118个人当中 有49%的人认为比特币的价格会超过1万美元 而市场的参与者也有类似的想法 比如说Fortress投资公司前宏观对冲基金经理 麦克·诺沃格拉茨在接受CNBC的采访就表示 预计比特币将在未来的6到10个月达到1万美元 此外 根据外媒报道 以太坊创始人布特林在发表演讲时 淡化了各国创造自己的数字货币 并取代比特币和以太坊的可能性 他表示 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 国家层面的数字货币 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被推出 区块链技术作为一种分布式账本技术 支撑着比特币与以太坊 他在讲话中暗示 央行们缺乏真正的区块链技术创造能力 来看海外方面 首批获得牌照的日本虚拟货币交易平台 Quinix宣布将联合Bitfinex发布ICU 代币名为Quash 预计将于新加坡时间2017年11月6日零时 以1枚Quash等于0.001枚以太币的价格出售 这个ICU的目的是保证Quinix的流动性 同时确保虚拟货币交易平台Liquid项目开发 能够获得足够的资金 而之所以建立虚拟货币交易平台Liquid 其目标在于使得虚拟货币交易真正得以超越国家界限 此外根据Quash报道 在瑞士卢塞恩湖附近的山脉当中 隐藏着一间储存着亿万美元的比特币仓库 这个神秘的仓库存储并非比特币单位 而是所有者的私人加密密约 这相当于用户的密码用于证明用户是比特币的持有者 仓库建于冷战时期精确位置属于机密 探访过程受安保限制 整个仓库可谓是重兵把守机关重重 这间保险库究竟存储了多少比特币尚未可知 只知道他们有时会替客户保管价值以百万美元计算的加密货币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比特币相关概念股的表现 比特币ETFGBTC在比特币的强势带动下小幅走高 截止发稿时GBTC上涨2.95% 报美股696美元 主板比特币概念股OSTK在周二大涨超过10%之后 今日再次向上拉升 一度触及38美元 在截止发稿时OSTK大涨5.44% 报美股36.8美元 此外OTC市场比特币概念股也以上涨为主 且涨幅明显表现得十分抢眼 在截止发稿时BITCF上涨1.64% 报美股0.62美元 MGTI上涨4.44% 报美股2.35美元 BTCS大涨11.25% 报美股0.1658美元 BTSC大涨10.06% 报美股0.0678美元 GAHC大涨14.55% 报美股0.0189美元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比特币千万富翁 数字货币赚钱资讯 美股最新动态 敬请关注中文投资网 实时更新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